郭德纲的师傅侯耀文猝死家中 去世前嘴里却一直念叨着 我无法原谅王硕 一时间王硕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所有人都断定侯耀文是被王硕活活气死的 因为王硕曾大肆宣扬 侯耀文的爸爸侯宝林有私生子 将这位相声大师一辈子的亲女毁一旦 外界因此骂声一片 大有让王硕尝命之意 可事情的结果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王硕爆料的侯宝林私生子正是他的好哥们谢东 当年谢东英沾染不良乐习身陷困境 讲一起的王硕情急之下公开发文 爆出谢东是侯宝林的亲儿子 侯耀文的亲弟弟 王硕的本意是希望事业有成的侯耀文可以拉亲弟弟一把 可侯耀文未维护家族名声 竟拒绝承认谢东是侯家血脉 王硕气得够呛 当即撂下狠话 侯耀文 谢东长得可比你更像你爸 谁要能证明我撒谎 我给谁一百万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本以为侯耀文会站出来反驳 没想到他却一直保持沉默 试图以此来逃避 可这更加深了公众对侯家的质疑 顿时间网上众说纷纭 就在大家争论不休时 突然传来侯耀文因病去世的消息 人们这才知道 原来侯耀文一直患有心脏病 突然离世是因为突发新人性心脏病 硬要说是王硕气死的 多少有些不科学 都说死者为大 侯耀文既已离世 王硕也就不再纠缠 面对媒体的采访 他只淡淡地说 第一 侯耀文之死与我无关 第二 公众人物没有隐私 我愿意对我说的话负责 这番诚恳又不失大气的发言 获得外界肯定 公众人物没有隐私的观点 更是让人拍手较好 在王硕看来 公众人物既然享受着明星光环 赚了普通老百姓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就不能再拿隐私权当借口 慌骗和愚弄大众 后来 王硕又在他的随笔里重申 应该立法取消公众人物的隐私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